金英杰新学习系统带核心竞争力 金英杰七大学科教研室是由权威独家师资构成 金英杰图书七大体系 按照书配课 课配书的特点组成的特色学习工具 金英杰名师打造全年全周期的教学课程 我们看第二个放射治疗 放射治疗相对来说 我们说不适用于放射治疗肿瘤 绝大多数是良性主的 为什么呀 刚才我们说跟我们身体中越像的 分化程度越好的是什么种的 良性 其实是良性的 跟我们身体中越像的越不怕放射线 而跟我们越不像的越什么呀 怕放射线 而我们在记忆的过程中 我们只记两个 一个中度敏感 一个不敏感 而敏感的那些 由于它太杂了 所以我们不记 我们只让大家记一个特殊性的 特殊性的记什么呀 我们记一个未分化 未分化 未分化间中止细胞 在讲组织病理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形容起来说 它长得像什么呀 未分化间中止细胞 就像变形金刚一样的细胞 什么概念呀 说不像变形金刚一样的细胞 它活跃度很高 想变谁变谁 它是分化程度高还是低 分化程度低 它能变什么都可以 所以它最活跃 最活跃它是放射线 什么呀 最敏感 所以你这写一个最 它是最敏感 它是最敏感 而后面我们说放射线中等的 还有正常的放射不敏感的 中度敏感的 我们这个就要记一点 我们说口腔中最常见的癌 什么癌呀 未分化癌最敏感 再往后面我们说放射线不敏感的这些东西 放射线不敏感的这些东西 我们注意它包括的是我们身体中有的所有的肉瘤 我们看都包括什么肉瘤 包括骨 骨头有没有 有 纤维有没有 有 肌肉有没有 有 正常情况下我们说脂肪有没有 也有 这是所有的肉瘤 它包括还剩下什么呀 一个腺癌加什么呀 一个恶黑 所以我们说我们特殊需要被子就是不敏感中的这几个 它都叫什么呀 肉瘤 肉瘤是我们身体中有的 包括骨头肌肉纤维脂肪 而唯一一个我们说癌叫什么癌呀 腺癌 腺癌往往是不敏感的 再有一个什么不敏感 恶黑 恶黑很好记 因为恶黑在最早时候我们认识它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什么都治不了 因为那么有钱的人都会死掉的话 我们说什么对它治疗效果都不好 所以这个大方向我们知道 所以整个来说这个东西当我们学完了以后 我们注意点 学完以后一定要当它翻页的时候 你才能够再次回忆 我们看放射治疗前的准备 就是该治的治 该拔的拔 该洗的洗 香牙的之后怎么样 该去的给它去掉 而正常情况下 我们放疗后的反应 放疗后的反应讲之前 我们最起码现在要知道一几点 我们刚才讲完了之后 你说放射线最敏感的谁啊 我们像变形金刚的一样的是谁啊 胃分化间中指 中毒敏感最常见的 口腔内什么呀 敏癌 面部的什么呀 肌底细胞癌 这两个大家需要知道 而放射线不敏感的 是我们反复性说的一些东西 肌肉 纤维 骨头 脂肪 这些肉流 而腺体的腺叫什么呀 叫腺癌 而一种特殊性 什么都不好治的 是谁啊 这就是我们需要翻页看的东西 有人说我翻页看不了 好了 翻回去 接着再背一遍 一直背到你翻页之后能想起来 如果你说 我今天精神状态不好 好了 把书翻 这一个折一下页 等你精神状态好的时候再背 就是这样 学习是很枯燥的 我们只能创造一些特殊性的办法 就是解决你这种 在烦躁的时候就不背这些难的 我们找一些简单的时候 愉悦一下自己 之后等自己愉悦了以后 再弄自己很郁闷的时候 再背这些不好背的 没有办法 我们当考试考过的时候 无比兴奋的时候 是你最幸福的时候 确实是这样 我们看放疗后的一些反应 放疗后的一些反应 多数情况 包括这种皮肤反应和黏膜反应 皮肤反应黏膜反应 多数是包括什么样 一些容易受到摩擦 刺激物的地方 容易产生什么样 保持皮肤干燥 放疗后 避免这种感染发生 黏膜也是一样的 避免感染发生 而对于牙齿来说 放疗后一定要注意什么 屠服 防止这种猛性曲的发生 全身反应 我们注意点 一个警戒线 还有一个停止线 我们警戒线就是正常值以下 就需要警戒 什么时候需要停止放疗 我们说白细胞低于几 低于三 这个题大家稍微有点印象 稍微有点印象 因为这个题 是习题中出过几次的一个题 习题中出过几次 有时候摘的时候 它就能摘出去 摘出去 这个大方向 我们知道 正常值的时候 王老师警戒线 低于一点的时候 正常值的时候 四 低于一点什么呀 是三 它就达到了什么呀 这种停止放疗的一个治疗 好了 我们看第三个 化学药物治疗 化学药物治疗 这部分内容相当来说 也比较复杂 前半部分 整个肿瘤这块治疗 这块 一个是放疗 一个是化疗 背的东西确实多 我们说化疗这块 我们说它基本的分类药物 包括这个六类分类 考试的时候 典型的一个AE形体 如下属于抗代谢类用药的事 这是一个考试考过的题 所以很明显的一点 你要知道 大概的分类都是什么 我们看药物分类 第一个叫细胞毒类的 我们先不看它 第二个我们叫什么呀 抗代谢类的 我们还不看它 第三个抗生素类的 我们看 这个终于到我们熟悉的了 熟悉的是什么呀 叫霉素 所有叫霉素的 都是什么类药物 抗生素类的 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说平阳霉素 你可以画一箭头 它可以特制制什么呀 制临床细胞瘤 临床细胞癌 临床细胞癌用平阳霉素 效果很好 效果很好 再往后边 我们说激素类的 我们一看 肾上腺皮脂激素 这个好背 再一个什么 饼酸睾铜 一看关键字 一看是吧 肯定是激素 所以这个不用背 好了 又一个轻松顺利过 而后面植物类的 我们植物类 它有一个共同性的名字 我们都叫什么呀 叫碱 别的碱 不管什么了 只要叫碱的 肯定是什么呀 植物类的 所以三个是不用背的 我们再往上一点 抗代谢类 代谢类 我们学过一点 正常的生化的时候 因为我们生化都会考 生化学一点的时候 我们最起码知道 DNA有什么呀 由票令和密定构成 票令和密定构成 它就是一个 密定 DNA 好了 这就又够了 说代谢代谢DNA DNA DNA是代谢 DNA是什么呀 票令密定 好了 这也完全能够充斥了 这个不但在这充斥 你还发现 好像DNA也学了两个东西 最后一个 我们说唯一需要背的 就是细胞毒类的 细胞毒类 我们包括两个 一个是黄铃鲜 一个是氮剂 这个没有好办法 所以你需要把它背起来 只是说你需要把它背起来 有人说那我不背它 那你就背其它 我觉得背其它 还不如背它 反过头来 我现在开始问你 我说常规情况下 叫抗生素类的 都叫什么呀 叫霉素 植物类叫减 激素类都是什么呀 什么稿酮 什么激素 是吧 再有我们说 代谢类的DNA 包括什么呀 票令和什么呀 密定 就所谓的叠令和密定 最后一个细胞毒类的 我们包括什么呀 黄铃鲜 加氮剂 这个东西你可以背不下来 窝上脚 等到最后的时候 今天所有的书看完之后 别的翻完一遍之后 我把它当为特殊的 特殊的记忆 记忆到它 我在干别的事 这个时候 确实需要特殊性的记忆 不是一遍就完全能记住 大家只是知道 我该看点什么 我们看细胞周期 可以分为这种 有丝分裂期和间期 什么概念呀 就是细胞在这呢 它可以有一个分裂的时候 也可以有一什么 歇着的时候 歇着就叫间期 有丝分裂就是在分裂的时期 我们看最基本的一点 我们说 张抗癌的药物 分为两大类 分为两大类 两大类什么概念 包括细胞周期性的 非特异性的药物 和正常的周期性的 特异性的药物 什么叫非特异 什么叫特异 非特异性的药物 它就没有特异性 只要是肿瘤细胞 好了杀 这类的药物是什么呀 抗生素类的 还有什么呀 细胞毒类的药 细胞毒类 刚才包括蛋戒和黄力纤 抗生素类药 都是叫什么呀 霉素 这些东西不管三七二一 见着肿瘤细胞 上去就干 上去就完全性的能杀 但是它能不能杀干净啊 杀不干净 要像我们想要是 一下杀干净了 那就什么都不用了 而第二个 细胞周期特异性的药物 我们说它指的 什么叫特异性 它只能杀灭 有次分裂器的 间期的 宝石 所以它叫特异性的 它主要是什么呀 一些代谢类的 包括什么 甲胺碟令 还有一些密定 以及我们说的 植物类的所有的碱 它属于特异性 这个了解就行了 我们说后面这部分内容了解 前面那个 我们刚才说的 各种药归各种类型的 必须要记住 后面我们看看治疗方案 治疗方案一般情况 我们临床中 治疗方案有以下两种 一个是单一的 化学药物治疗 再也就是联合的 化学药物治疗 单一的指的是什么概念 我们说原则上 选择比较强的那种药物 选择比较强的药物 比如磷状细胞癌 应该用什么呀 平昂霉素 这个是反复考的 一道A型的题 所以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一次 磷状细胞癌用什么呀 平昂霉素 再有什么 正常的腺癌 应该用洗漱碱 或五分尿病病 五分尿病病 肯定是什么呀 代谢类的 洗漱碱什么呀 植物类的 而腺癌说对方式腺敏感吗 不敏感 说刚才唯一一个不敏感的 就是腺癌 这个大家稍微有印象 考平昂霉素的 会多一点 后面我们看联合用药 就是两种药物 怎么的 一起协同使用 协同使用 这是一个治疗方案 大家只知道治疗方案 有单一使的 有什么呀 有联合使的 这就足够了 我们看第三个 给药的一个方法 给药方法 我们重点计时间 重点计时间 给药方法 它包括一个蓄罐的 再一个就是什么呀 所谓的 另一种蓄罐的方法 叫同步治疗 这个了解性了 蓄罐多数情况下 我们说 它用于晚期的肿瘤 它就所谓叫什么呀 有战术的进行杀伤 先用什么呀 先用非特异性的 先去杀一把 包括细胞毒类的药物 还有什么呀 还有刚才我们说 所有抗生素的药物 先杀一把 之后在 把所有的杀完了之后 它就开始产生什么呀 细胞分裂 细胞分裂之后 我们再用特异性的 再去杀敏 这就是它一个 所谓的蓄罐性的 这个了解即可 我们后面看第三个 特殊性的用法 叫冲击疗法 我们重点记忆时间 前两个我们都叫什么呀 都叫有战术的 叫蓄罐疗法 而第二个我们记住 它叫冲击疗法 冲击疗法考试 考过唯一的一个点 就是考时间 冲击疗法 几周给一次要 三周 三周所谓冲击疗法 我们叫大剂量冲击 比平常剂量要大 所以我们说的优缺点 大家一定要心理有数 说一提到冲击疗法 剂量大还是小 大剂量冲击 几周一次 三周一次 三周一次给药的时候 我们注意 它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大剂量是容易耐药 还是不容易耐药 它不容易耐药 但是有一个问题 剂量太大了 什么人受不了 年老体弱的 你应该注意 他们往往受不了 而大剂量的效果 往往是比小剂量 给药什么样 要大 效果往往大 但它的骨髓抑制 并不比小剂量大 所以它对骨髓的抑制 我们说正常的化学疗法 化学疗法 多数情况下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什么 骨髓抑制 而骨髓抑制 我们说大剂量冲击大吗 不大 大剂量冲击只有一个问题 就是老头老太太们 体弱的时候受不了 受不了 这是它自然的 其他都不是问题 都是优点 没有缺点 我们看后面 中剂量脉冲 大剂量冲击是三周一次 中剂量脉冲 就是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说一周给到什么呀 一到两次 一周给到一到两次 这个是一个中剂量脉冲 再一个就是小剂量 叫每天给药 之后最后一个分次给药 就是分每个小时 每个小时给 所以整个的治疗方向来说 我们第一个叫什么 虚冠 叫有战术性的给药 第二个大剂量冲击 什么都是优点 这是年老体弱的 免疫力低的 不能用 几周给药 三周一次 而正常的中剂量冲击 一周给几次啊 一到两次 最后小剂量就是什么呀 每天给药 包括这几个特殊性的概念 包括这几个特殊性概念 我们看给药途径 相对来说 这个考的会基本上不考 包括什么呀 正常包括这种净推 低注 颈外动脉插管 还有什么呀 口服 还有流腔内注射 包括这些所有的方法 这个了解就行了 我们看化疗的主要不良反应 就是什么呀 骨髓一致 刚才我们提到了 大剂量冲击 骨髓一致大还是小啊 反而小 反而小 大剂量冲击 耐药还是不耐药 反而不耐药 最大的问题就是老头老太太怎么着 受不了 后面我们看看 它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骨髓一致 所以一般情况 我们都不停地要查血长规 血长规的时候 比如说 我白细胞正常的达到4的时候 就达到什么线呀 我们叫 警戒线 如果低于3的时候 我们就要什么呀 停止化疗 停止化疗 后面我们说 它除了正常的骨髓一致外 还有其他的什么不良反应吗 还有 有什么呀 消化道反应 因为消化道 往往一般的长期老吃药 正常的胃肠道反应 相对来说就会比较重一点 我们看第四种治疗方法 我们说前三种 我们基本上讲完了 包括第一个什么呀 手术治疗 讲了一个无流原则 第二个我们讲了一个什么呀 放疗 放疗包括高度敏感的 中度敏感的 和不敏感的 而最后一个我们讲的什么呀 化疗 前三个 手术 放疗和化疗 化疗主要是几种药物 再有一个给药方式 以及正常最常见的不良反应 刚才说的就是什么呀 骨髓一致 而第四种治疗方法 我们叫生物治疗 什么叫生物治疗 生物治疗我们叫 它的定义叫千方百计的 调动机体的抗癌功能 什么意思 我们说机体中能不能抗癌 可以抗癌 什么人得癌症 往抵抗能力低的 或者这种基因突变的人 他得癌症 而身体中一些特殊性的东西 可以杀灭癌细胞 他用的东西叫像我们 临床中用什么卡戒苗 打一种卡戒苗 这种卡戒苗能让机体 产生这种抗体 产生抗体之后 就能把肿瘤细胞给杀灭 这种是靠自己来杀灭的 叫什么呀 生物疗法 生物疗法 这个大家稍微有个印象就行了 再往后面第五个 就是一个低温的 我们说肿瘤没有那么强大 肿瘤是一个完全依赖性的东西 依赖人体 离开人体之后 他可能活不了 因为天一冷 他就不行了 天一热他也不行了 所以我们说低温治疗 对肿瘤也是有意义的 说冷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肿瘤就被什么呀 细胞膜就破裂了 破裂他就死亡了 所以我们说讲了一个 特殊性的治疗方法叫什么呀 低温治疗 低温治疗我们说 常规情况下 它导致细胞死亡的原因 是由于细胞内外 这种结晶的什么呀 结晶失水导致了 结晶失水导致 电解质浓缩以后 酸结改变 尿素浓度改变 细胞的脂类变性 从而导致温度休克 而细胞膜破裂了死亡 所以相对来说 它主要是什么呀 细胞内外的什么呀 这种结晶失水导致 结晶失水从而导致了 这种细胞膜的破裂 这个大家知道就行了 我们说正常情况下 低温治疗 它主要应用于什么呀 良性肿瘤 包括这种 我们后期会讲的血管瘤 以及毛血管淋巴瘤 粘液囊肿 乳头状瘤 而我们考试过程中 我们说 最多应用的是什么呀 恶性黑色素瘤 我们说正常的冷冻治疗 它是谁的首选啊 恶性黑色素瘤的首选 恶性黑色素瘤的首选 它对于海绵状血管瘤 以及恶癌舌癌都有效果 但是我们说 谁是什么都治不了啊 恶黑 恶黑首选 但是也可以用什么呀 冷冻治疗 冷冻治疗啊 我们看冷冻后 创面一般在四到六周完全恢复 所以冷冻的时候 它也有一个创面 但骨组织暴露时 愈合时间可能会延长到一年以上 所以冷冻治疗 基本上就把这个东西动 动动动动动 把细胞什么呀 内外结晶失水之后 出现 实现异常 异常以后细胞膜什么呀 就爆裂了 爆裂之后 肿瘤就会坏死 肿瘤就会坏死啊 我们看第一个 就是激光治疗 激光治疗没什么特殊的 我们说激光只是 它取代了手术刀 取代了手术刀的作用 取代手术刀作用的时候 我们说 它只是作为手术的一个工具 没什么特殊的 第七个叫高温治疗 我们说肿瘤其实脆弱 不但怕低温 还怕什么呀 高温 因为高温加热的时候 它也会导致细胞膜膜了什么呀 一个破裂 细胞膜破裂之后 它也会取得一定的什么呀 疗效 后面的一个营养治疗 营养治疗 大家稍微有个印象 行吗 我们说肿瘤治疗中有理疗吗 理疗肯定是不能治肿瘤的 但是营养可以 营养是一个是叫什么呀 支持疗法 支持疗法 它给予合理的营养治疗 更为关键 后面我们看综合序列治疗 综合序列治疗 把前面这些所有的治疗 放在一起叫综合序列治疗 而一个特殊性的三联疗法 就是什么呀 化疗 手术和放疗 这个是助理考试频率极其高的一个 我们整个总结起来 我们说治疗方法有什么呀 治疗方法有什么呀 第一个我们叫什么呀 手术 手术我们讲了一个无知原则 包括正常组织切 别切破 别弄碎 是吧 不能分块 不能挤压 后面我们又讲了什么呀 放疗 放疗 放疗我们就分为高度敏感 中度敏感 低度敏感 再后面什么呀 化疗 化疗以后我们千方百计 调动机体免疫力的是什么呀 生物疗法 而后面我们再讲了一个什么呀 高温 高温又是什么呀 低温 他们两个对应出去之后 我们说改变手术工具的叫什么呀 改变手术工具是什么呀 电刀 电刀 最后一个我们说 对机体能够提高免疫力的东西是什么呀 营养 而他们几个综合到一起 一起用的时候 我们叫什么呀 综合序列治疗 而有一个三连疗法 只是前三个手术放疗加化疗 叫什么呀 三连疗法 所以对这些疗法中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基本性的常识性认识 考试的时候 肿瘤治疗方法 他说理疗 给它考考电 肿瘤就能好吗 不能好 肿瘤理疗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有人说了 那高温治疗不是理疗吗 那不是理疗 低温治疗那是理疗吗 也不是理疗 低温治疗首选是什么呀 我们知道 核性黑色素瘤 这个大家必须要有一点印象 我们看第七部分内容 口腔和面部肿瘤的一个预防 这部内容助理是不考的 我们说预防学 之所以这些年来说 预防逐渐的在扩大地盘 我们说预防学扩大地盘 扩大去的时候 它扩了和面外科 扩了牙体 扩了牙周 再扩了一些黏膜 扩来扩去之后 它只是挂靠性的这种 学科的一个综数 所以预防学科的预防占的比例 虽然现在是比较多 但是它有很多学科的交叉性 我们看和面部肿瘤的预防 一般的恶性肿瘤 口腔癌症 五年生存率达到什么呀 60% 其实看起来是吧 我们看起来还可以 但是这个数据 仍然是让人什么呀 不令人满意 因为这个正常的五年生存率 仍然算是比较低的 只能达到及格 其原因在于 癌症治疗都是一种癌后治疗 即在癌症形成以后才治疗 所以我们现在 它所谓的预防就是什么呀 就是癌症形成以前的 早期的早期的一个预防 我们看预防一共分为三级 在大预防书里边 什么打开之后 和正常的口腔预防书打开之后 它三级预防是一个极其重点的东西 每一种病 包括曲病 牙周病 以及正常的癌症 它都有它的三级预防 一级预防 我们都叫什么呀 病因学预防 病因学预防 我们包括内因和外因 内因包括什么呀 物理化学生物影响 不是外因是物理化学生物影响 内因包括什么呀 一些机体免疫 激素水平 基因突变 以及常规情况下 我们的这种 这种抑郁 这种心态 这种心态都会属于 这种调节的范围 所以病因学主要是改变 它的内外界因素 从而减少它得癌症的这种几率 第二种我们叫什么呀 三早 三早无非就是早发现 早诊断 早治疗 我们在早讲癌症的时候 我们说癌症最治疗的 关键两个因素 一个是早发现早诊断 早治疗 再一个就是什么呀 第一次手术 所以三早对它来说 是很关键的 后面我们看三级预防 三级预防 大家需要特殊看一看 而考试的时候 考二级预防的时候 答案肯定就是三早 不用想别的 而后面我们说 三级预防的时候 我们注意 它的患者处理患者为主 处理患者为主 它的目的是什么呀 主要是延长患者的生命 防止什么呀 复发减轻患者的癌症痛苦 这是它的主要性的特点 而我们说三级预防 一方面根治肿瘤 延长寿命 减少病人的痛苦 而正常的防止复发 这是三级预防的 三级预防 这一二三级预防 大家需要特殊性的知道 而在整个学预防的过程中 我们包括牙 正常的曲病预防 亚洲病的预防 大家一定要弄清 一二三级预防 包括什么内容 这是大家需要特殊性的背子 我们看正常的 口腔和面部 癌症预防以下内容 第一个减少这种 治癌因素 这是什么呀 癌前预防 一级预防里边 及时处理癌前的病损 这属于什么呀 早发现早死人了 早治疗 这叫什么呀 二级预防 而正常口腔和面部 最常见的两个 癌前病变 癌前病损 有人说 癌前病变 癌前病损一共两个 什么呀 白班红班 两个班都叫 癌前病变病损 我们注意点 我们核心词叫病 有的地方叫癌前病变 有的地方叫癌前病损 都没关系 就只有他们俩 所以考试的题中 他说如下 属于癌前病损的事 答案只有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谁更重一点 红班比白班还要重 因为往往人家说 颜色越鲜艳 越漂亮的人 往往什么呀 是越危险的 在正常的黏膜病中 他也好使 所以红班会更重一点 他们俩都叫癌前病变 癌前病损 而后面所有的癌前状态 我们大概看一看 能背下来吗 有人说不能 不能你回答就是对的 不需要背 所有的东西都叫癌前状态 而考试有两种题型 第一种 他说如下不属于癌前状态 是答案 就是他俩 但是很不幸的是 在前年的一年考试 考过这个原题 答案不是他们俩 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复发性阿富他 或者答案是重型口疮 我们注意一点 他们这些东西 都是跟癌有关系的 都是能癌变的 而我们复发性阿富他 最基本的特点 叫复发性周期性自线性 他能癌变吗 他癌变不了 癌变不了之后 他跟癌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他不属于癌前状态 所以好多人考完试之后 跟我说 老师你看答案中 没有白白红白 一问说有什么呀 有复发性阿富他 好了 答案就是复发性阿富他 为什么呀 因为复发性阿富他 没有任何癌变的可能性 这个大家知道 其余的这些东西 我们大概看一看 包括正常扁平胎癫 能癌变 口腺前前面下纤维化 能癌变 盘着后脉狼疮 过度角化 先天线角化不良 眉毒 以及着色肝皮症 都能够产生这么癌变 后面最可怕的是 它后面还有一个等子 所以我们背这个东西 没有意义 扁平胎癫 往往一般的糜烂型 萎缩型的 往往都会出现什么呀 这种癌变 它的癌变率 我们看有百分之多少 1到10 这个大家稍微有一点印象 现在见到数字 一定要有一个敏感性 一定要有一个敏感性 所以整个来说 你知道癌症分为两个 一个叫癌前病变 一个叫癌前什么呀 状态 而其余的剩下 它不属于癌 不属于癌 只有这三个大方向 这个题大家必须要有一点印象 这是考试考读的原题 第三个大方向来说 我们加强防癌的宣传 就无非是什么呀 对抗这些内外在因素 再有开展防癌普查 和易感人群的一个监测 易感人群的监测 因为癌症本身 它有一个什么样 家族聚集性 比如得乳腺癌的 到岁数之后 让它定期去查乳腺 必须要定期去查乳腺 有问题就赶紧早期的处理 我们看几个习题 下例因素中 不是内在因素的事 不是内在因素 我们说只讲了四个外在因素 包括什么呀 物理化学生物营养 所以这个唯一性的什么呀 生物性因素 生物性因素 你想想想到 跟淋巴瘤 不可以淋巴瘤有关的 什么病毒啊 EB病毒啊 后面我们看以下说法 哪像是不正确的 恶性肿瘤组织来源不同 治疗方法也各异 这个话对不对 对 恶性肿瘤 根据组织来源不同 分为I和什么呀 肉瘤 根据肿瘤侵犯的范围 国际抗癌组织分为了 TNM分析 T是什么 肿瘤大小 N是什么呀 淋巴结大小 M是什么呀 有没有远处转移 所以T是原发肿瘤的大小 N指的是什么呀 区域淋巴结的转移的大小 而M指的 有没有远处转移 所以答案谁是错的呀 4D是错的 4D是错的啊 我们看以下关于 无流原则 叙述错误的是 第一个 切除时不易分块 好事 肿瘤表面有溃痒 是可以用电镯处理 好事 可用电刀 好事 缝合前大量的低渗盐水 5%的氮件冲洗师傅 好事 创口缝合时 不必更换手套体系 这个肯定不对 肯定不对啊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讲的无流原则 是这几年来 这几两年来 又开始又逐渐 反复考的一个题 反复又考的一个题啊 以下哪像不是 良性阻瘤特点 生长缓慢 是不是啊 是 细胞分化好 细胞形态与正常相似 肯定是良性阻瘤特点 再要一般对机体没有影响 也没问题 多成这种紧润性生长 良性阻瘤是什么性呢 膨胀性生长 一般的不发生转移 没问题 所以答案选什么呀 选4D 所以整个那个表 大家一定要反复性的看 甲胺蝶令 我们看属于哪类药物 我们蝶令和密定 都属于什么呀 代谢类的药物 而基标毒类的 我们记着 仍然有什么呀 氮戒和环林心安 抗生素类的叫霉素 激素都是什么激素 或者什么搞酮 植物类都叫什么呀 都叫激炎 所以这种题 大家尽可能性的 你记住 如果你不备 考试没有几率对 如果你背了之后 你可能会忘 但是有一点 你最起码懵的时候 有一点防线感 最起码这几个东西 你不会懵错 上面那两个 你最起码正确率50% 所以大家不要说说 哎呀 我已经背不下来 背不下来窝上脚 哪天心情好了呗 有人说我半个月 半年都没有心情好的时候了 因为你在学习 学习的时候 心情好的时候确实不多 这个就对了 确实你心情不好 压抑半年以后能考过 这已经足够了 这已经足够了 以下恶性肿瘤中 哪种对放疗是不敏感的 我们说不敏感的 未分化还是最敏感的 这个我们听说过吗 没听说过 油温瘤听说过 没听说过 而恶性黑色瘤 听说没听说过 它什么都不好使 就怕什么呀 怕冷冻 这是我们反复讲的一个东西 就会是这样的 我听说是不敏感的